今天台東現熱到嚇人 飆破了38度的高溫 明天天怎麼樣 我們把時間交給岳方 大家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這一段畫面 正是在今天 接近中午的時間 台北地區下了陣雨 雨勢雖然沒有很大 但其實也是必須要撐傘 否則是有可能全身淋濕的 而這一波陣雨主要是因為 北部一道封面比較接近的影響 明天是週末假期 大家應該會想問 那明天大台北地區的降雨狀況如何呢 明天的話會是因為 午後熱力作用的影響 所以大台北地區 有可能會出現午後雷震雨 另外來看到 在今天中午的部分 其實高溫排行榜前10名 通通都是在台東線 而其中台東線太馬里香 是飆到了38.9度 而台東線的悲南香 也有37.3度 台東線的金峰香 也一度出現37度的高溫 主要也是受到了西南風沉降的影響 真的是很熱 但是要提醒您喔 明天的台東一樣要注意高溫了 接下來要帶您來看到這張預報圖表 明天的天氣 東南部的高溫呢 一樣是上看36度 但也不排除會超過36度 雖然明天一樣是西南風的影響 但是水氣會比今天少一些 苗栗以南地區雨勢會變小 而其他地區則是多年到勤 但是受到了午後熱力作用的關係 所以大海北東北部地區以及其他山區 容易會有局部短暫震雨 所以如果明天周末有計劃要到這地方遊玩的話 記得要攜帶雨具 而整個西半部的高溫呢 大約是落在33到35度 也是屬於比較熱的天氣 觀眾朋友中午出門 一定要先做好防曬 多補充水分 由於明天是週末 所以我也幫大家整理了 知名景點的天氣概況 像是台北的陽明山 是英時多雲的天氣形態 氣溫大約是24到28度 而南投的日月潭 英時多雲 但可能會出現短暫雷震雨 高溫大約29度左右 位於嘉義的阿里山 跟日月潭的天氣形態 比較類似一些 也有短暫雷震雨的機率 但氣溫會比較低 落在14到20度左右 另外南台灣的墾丁 則是多雲時音的天氣 高溫上看31度 至於未來一周的降雨趨勢 星期日會轉吹偏南風 所以中南部的水氣會更少 但是清晨到上午這一段時間 中南部會有局部短暫雷震雨的機率 而其他地區其實天氣都還不錯 但是在中午過後 北部 東北部地區 以及其他山區 也有可能會出現局部短暫雷震雨 等到下週二到下週一 下週二 各地的天氣又更好了 但是清晨到上午 中南部仍然會有零星短暫雨 而各地則是要注意午後雷震雨 下週三跟下週四 各地大多都是多雲道晴 但午後也有局部短暫雷震雨的機率 最後我們一起再來看到 明天各個地區的天氣改況 北部地區明天氣溫 大約二七到三十五度 其中台北地區可能出現三十六度高溫 中部明天一樣有降雨機率 但雨勢會比今天小一些 南台灣的部分明天一樣 會是有雨的天氣高溫上看三十四度 明天東北部注意午後雷震雨 台東則是留意焚風高溫現象 外島山的地區明天氣溫大約二十五到三十一度 其中馬祖的降雨機率偏高 以上是這一疊天氣資訊提供給您 也祝你週末假期愉快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